大家好,我是牛神 那我在兩個多月前呢 拿到我頭上的這頂新的髮片 可能很多人會跟我一樣擔心 在打球的時候呢 髮片會不會飛走 那我今天就來實測給大家看一下 走吧 最後一球 打球其實很激烈耶 而且還要這樣前後跑一跑去 放小球還要殺球 經過剛剛 實際很激烈的打了一個小時 而且我剛是打單打 打完後發現身體真的很冷 但是呢很多人會擔心的問題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頭皮會不會很冷 大概不會 再來就是我以前的頭髮 在打的時候呢 只要頭髮很濕 我的頭髮就會分岔了 而且很明顯的M型 但是呢現在打完了 完全不用擔心頭髮的問題 甚至連脫落的感覺 我剛好去摸我沒有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棒 我覺得會害怕容易穿幫的第一個點就是 颱風天 這幾天不是颱風天嗎 颱風天走在路上的時候 風吹的時候其實會覺得 完蛋我會飛走 還會這樣 但是風大一來我就去 沒有去壓但是我有去摸 發現它其實根本就沒有動 拔安全帽這一點 可能大家也會擔心 我自己也會擔心 但我就是在拔下來的時候 我會去照鏡子 會發現都沒有移動 甚至我會很長 我一天大概穿脫安全帽大概會有十幾次 然後這麼次數這麼多也沒有事情 因為我的髮片是屬於是開板開模式定制的 再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了大概兩個多月後的心得 因為原本我的頭髮是 就是蓋下來的 但是我現在用完髮片的時候 我頭髮其實是往上抓的 同事只是覺得 你現在喜歡抓頭髮 就這樣子 如果不仔細講的話 其實家人朋友根本不會發現 所以我覺得戴完之後 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原本就很想要露出髮際線 可是礙於原本的頭髮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可以抓號 而且會覺得很正常 我有跟我表姐講 我表姐投公司 他就跟大家講 他這個喔 是髮片 是假的喔 我姐就很天然呆 這樣講 講完之後 所有同事就看我頭髮 真的假的 我都沒有發現耶 很自然 而且不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現在接受度還滿廣的 因為 重點是 以前我跟他們討論過的指法的問題 但是他們對於指法的感覺是說 要割掉自己身上的東西 然後去補掉前面的東西 重點是要中手術 他們覺得這樣很不天然 也很不自然 但是 落髮是我們已經發生的事情 所以戴上髮片之後 家人其實滿讚的 所以我覺得戴完 比以前的自信度真的是差很多 因為原本就是靠 靠臉靠頭髮吃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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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